我想說真的很準確 其實我跟他認識了不太久 在玩家的app認識的 認識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然後見到也是一次而已 攜維爾久 一年11輯的 塔尖暖藍星座運勢號外品 終於來到尾聲了 而這個一年11輯的塔尖暖藍星運 是專門講2022年的April和May 為什麼我要講April和May 不講4月5月呢 其實看看Part1是有解釋的 看看我們整個series的Part1 裡面是有解釋一些星運的原理 還有為什麼我要經常講April和May instead of 4月5月 還有記住 Part1of11是全世界的人類 不論男女老友 不論在香港與否 不論你是姓什麼 不論你是何星座 都要看的 因為裡面講的能量是for全人類的 不過至於來到這一條片 這一part呢 原來就只適合於 適合給五類人聽的 究竟是哪五類呢 不過在我講述下面的五類人之前 我在這個講述期間會提及一些術語 什麼上星星座啊 什麼birth chart啊 什麼太陽星座啊 好 究竟什麼是上星星座呢 你怎樣去找自己的上星星座呢 你怎樣去找自己的個人命盤 birth chart 或者甚至可能你連自己的太陽星座都不知道 那怎麼辦好啊 不要緊 很重要 我曾經是有片 教過大家去找這一堆的資料 而那一條片的link 我是放了在 這個一連11輯 號外版的part1那裡 所以都是麻煩大家去 看回part1 然後找回那條link 好啦 好了 言歸正傳 那究竟現在這一part 這一條片 是適用於哪五類人呢 第一類 如果閣下的上星星座 是在相餘座的10度至29度的話 第二類 如果閣下的上星星座是白陽座的話 第三類 如果閣下的太陽星座是白陽座的話 如果閣下找過我做personalized的算命服務 而我提過你要看白陽座的話 除了理論上的上星太陽 你還要看白陽座的話 最後第五類 如果閣下的命盤 birth chart裡面 有大量的星圍繞白陽座10度或者附近的話 好吧 這五類人 我儘管 統稱你們叫做白陽的朋友 記住 在April和May 一定一定 要學新的東西 因為舊的知識 已經不再合時意 所以 去進修 去更新一下你們的讀書 你知道有些行業 可能要保持考試 例如會計 如果我沒有記錯會計 是不是那些年年都要考牌 可能這個就是你們要考牌的季節 但是 就算不是 你也要看看有沒有一些 你以前讀過的Cert 可不可以去升級 可不可以有些東西 再去更新一下 因為可能你的行業 已經會有一些新的法例 有些新的規管 而你是已經不知道的 OK 又或者就算 我當是個人範疇 那你的電腦系統都去更新一下 或者那些電話 你知道很多人 其實我有時候都是這樣的 他經常提醒你 快點麻煩你去更新 去不知道哪個版本 但是呢 你就很懶 不知道為什麼你永遠是想 提醒那一回事 不過其實也有解 因為他永遠都是一個 最困難的時間 可能你做事的時間 然後他就提醒你做這回事 OK 但是呢 在大家看到這條影片之後 拜託不要再延遲 那趁紅假 或者你親夜晚 凌晨你去快點做這回事 如果不是呢 我很擔心 你的一些舊的零件 或者一些舊的知識 是會有一個反駛的作用的 OK 例如 我當忽然之間你的牌是 或者你看看你自己 有沒有一些牌要去續 可能那些什麼 餐廳的牌 如果我當你是搞飲食的話 喂 那你不去銅消防 吃還續牌呢 可能你 就是最近遺忘了 最近失望 那別人真的走來 拉人封艇 封你鋪 不能做生意的 OK 又或者 如果電話那些東西 那忽然之間 他有個Bug了 有個Virus 那就搞到你的電話爛了 那你就用不了 所以其實他是有一個反駛作用的 而且特別特別 拜託 趁May 10日 即是水星逸行 開始之前 去做這回事 好 那 我想說 白羊朋友們 在April和May 這段時候裏面 你們的心命裏面 有些新的事情 是開始發生的 所以為什麼 我剛才叫大家去有些更新的事情 因為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那除了是一些破舊立新的範疇 其實就算在你自己個人來說 你都應該去接觸一些新的東西 特別特別 如果你想創業的話 那就應該要好好去趁April和May去做的 但是 是趁我剛剛提過水翼的日子之前 快點去進行 因為水翼就是會令到很多東西出現delay 還有 中國人說 意頭意頭 水翼是一個不好的意頭 所以趁水翼之前 如果你想去創業 那就快點去進行這回事 就算不是創業的話 但是可能有些東西你想去推廣 有些產品想去買 諸如此類 但是如果你是受僱的人士的話 接下來 都可能老闆會給一些新的工作 你去接手 尤其是可能真的給你自己去lead 去做一些開放牛的動作 這些事情可能會是比較創新的 但是你就不要太過擔心 因為憑著你的勇氣 其實你也有足夠的勇氣 去衝衝衝做完這回的責任 同時 如果你是想趁4、5月去請人 西曆4、5月去請人 也是有優勢的 例如什麼人呢? 例如工人姐姐 或者是一些私人事務 例如家裡的終點旅遊 想請個part time 或者請個baby sitter 或者請人去裝修你家 或者純粹去看醫生 當然你不是請個醫生 但是你是僱傭 是不是叫僱傭呢? 他是受聘於你 然後去提供一些服務 給你做一些私人的服務 或者你找我做占卜算命 趁April、May去進行這些事情 都會非常之好 但是 趁May 10日之前搞定 那就真是好頭 希望最後可以得到一個好美 好 但是 所以 其實 都有一些 很矛盾 一方面 我又叫你 趁May 10日之前 水溢之前搞定 但是另一方面 我又提醒你們 真的不要太過操之過急 所以應該這樣說 謀定後動 你去盤算這些謀略 你去做決定 之前 你想久一點 但是你一要take action 就快些助言起行 OK 因為 你快些助言起行 就可以趕得切水溢之前 但是你都真的要去慢慢想一下 那究竟你請這個工人姐姐 那我接下來的消費 即我接下來的 expenses 會不會太大 或者我請這個人去做這回事的話 他會不會真的幫到我 你真的要想過 為甚麼 因為 在我早前 已經有不同的videos 和有不同的posts 我都忘記了是何時 但是在最近這個月裡 我都忘記了是 哪條片 那條片叫甚麼 但是我講過很多次 現在是水星八陽的時候 啊 我Part 1就是這樣 我講過了 我在今次這個 塔子亂林星座雲世號外版 Part 1 of 11 我都講過 水星在八陽 然後還要被今次這個八陽座新月 放大了 日月相合 再合水 放大這個能量 對於人體其實是 類似爆血管 那個腦爆漿 然後對於我們很多行動來講 特別給你們八陽朋友 因為這個新月就是發生在八陽座 你們做事會很衝動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在早前已經不斷說了 那條片我沒有記錯 是塔尖暖南星盤分析 星盤分析 然後好像是3至7月 急凶衰字 3至7月急凶衰字 有上中下集的 你們三個看完 麻煩你 這些片出在 我想是上個星期 或者是這兩個星期之內 OK 再說一次 塔尖暖南星盤分析 3至7月急凶衰字 OK 上中下集 我講過 喂 八陽朋友 接下來吃屎 你們正在走一個屎屎屎 特別特別是 如果 我只是用太陽八陽來講 上星八陽我那裏都有講 但你們自己聽完影片 我只是講太陽八陽的話 尤其是如果你們越小度數的話 是越該會 例如什麼叫小度數呢 即是 3月20號 21號出生 OK 總之 越早出生的八陽朋友 你們越慘 我在那裏 我都給過那些趨急避空的辦法 OK 亦都提過大家 可以找我做 Personalized 的Services Boy 和C OK 所以 這麼多東西合起來 八陽 麻煩你們 小心點 OK 一方面 趕得切 在水浴之前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 不要太過操之過急 還有說真的 一直到7月 你們都會有一些 不好的運勢 OK 特別特別 如果要最快體驗 其實就在 噢 剛剛 就是 我們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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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過的 所有那些事情 是會迎來一個高峰的 會有很多事情 你忽然之間要處理 要想著去聘請人 然後又可能想著去start up business 然後老闆又給你新工 很多事情一次過堆了 而如果你 沒有謀定後動 而一味衝衝衝的話 那就非常之容易 拿東西 還有 在 尾 10日 開始 木星就會進入 白羊座 很多人都會認為 這是一個好運 我不否認 但是 對於你們白羊來說 配合其他一整系列的星象 我會說 你們容易太過盲目樂觀 然後落極神秘 所以為何一直使使使使使 不單止使到去7月 因為我之前說過3月到7月的急凶衰 先說過你們會使到7月5日 西力7月5日 但是加上這個木星進駐白羊座的能量 你們都要小心 由西力尾10日開始 一直到秋季尾 對 秋季尾 我記得 你們小心自己會落極神秘 好 還有最後一件事 在 在 因為這次 在 魚人節 那時候 白羊座生月 剛好合了 海龍星 海龍星 是一些現代 尖星 我平時都不會說 但是我既然說得 就是 它真的 來了 這次 因為它們核補的道數是很近的 其實是 真的黏在一塊 好了 April May 白人朋友 小心 身體會有一些傷口 會無端端放大 或者是舊患復發 什麼是傷口放大 首先你會容易弄傷 然後造成很大的傷口 但就算有些可能是預合緊的傷口 或者肝預合好的傷口 都會再次爆裂 OK 然後 舊患復發 好 容易見紅 好 還有 特別特別是身體的哪些部分 你的頭部 OK 不單是你的頭殼頂 你的面部 甚至你裡面的腦袋 所以我說過 爆血管那些東西 小心點 OK 還有雙眼 雙眼也要很小心 或者如果面部的話 你的皮膚 特別留意一些真的會見紅見血 或者一些跟熱有關 或者一些爆破的東西 或者石頭瘡 因為石頭瘡就是舊患 很多年都不會醫好石頭瘡 然後忽然之間 April May 又爆了出來 通通這些東西 麻煩你小心點 但是 我在7月 我在3至7月急凶 須之說過 其實如果你做Personalize Services Boyance 是可以給你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解決一下 去清一清自己的Energy OK 那接下來就祝你們好運了